花蓮市公所为了打造左仓运动公园 在完成多功能运动草坪之后 再度争取到花东基金2000万元的补助 来提升园区内的道路品质 市长魏嘉贤和世代会的主席 淑美族和代表们 特别前往县地进行了考察 关心目前活化工程的进度 花蓮市长魏嘉贤协同世代会主席淑美族及代表们 一同来到左仓运动公园 先知烧香表示敬意后 就由殡葬所长陈薄欣说明活化左仓的规划愿景 对于左仓运动公园的规划 代表们都给予肯定及支持 并且表示2000万元花东基金的补助得之补益 务必要排除万难让道路工程顺利完成 因为左仓公园的变更 其实也给我们公所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扰 那在困扰肌肤都是一一的解决 那现在目前很不容易 花东条例基金里边我们要到了2000万 那这2000万其实得来不一 也期盼了很久 那希望说这一次的工程可以顺眼 那左仓公墓一直是属于是公有的 那献葬之后 那也施工所也呼吁大家 呼吁民众来迁移大家的墓园 那也期盼大家的迁移之后 花蓮施工所的经费能寄注到左仓公墓 让左仓公墓成为一个左仓运动园区 那当然这个对我们所谓的花蓮市 指着整体的发展有相当大的改变 市长为嘉仙表示 左仓运动公园的规划分为近程 中程与远程的三个方向 目前正在执行的近程工作 包括五祖墓起绝 鼓励千丈清除空墓 整坪地基与种植草皮等等 希望能逐渐营造出友善的休闲环境 那我们希望这个部分未来成为花蓮最重要的一个公园 那也可以让更多的亲子 甚至一些喜欢运动的朋友 都能够有一个适合的场地来这里旅游规划 那我们看到台北市新北市非常多的大都市 很多都是墓地转成公园预定地 然后甚至变成住宅区 市长为嘉仙表示 左仓园区是定位为都会公园 除了好玩的设施之外 也将会结合都市森林与自然生态的观念 预期会是一个兼具环保、运动、休闲、教育 生态和艺术防灾等多功能的都会公园 占地9.7公顷的左仓 未来将会是花蓮市、洁安湘 以及新城湘共同的生活圈中心 他相信只要有心 一定能够完成这项使命 记者 华联市综合报导